新北市府社会局为了培育社区独立运作 特别从新北市400多个社区当中 挑选三个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社区 委托新北市社区培力育成中心 举办一系列的课程 而在石门区公所的引荐之下 草里社区经过层层筛选 成为培力的目标社区 近来社区举行了成果展 展现学习成果 新北市府社会局为了培育社区独立运作 特别从新北市400多个社区中 挑选三个最有发展潜力的社区 委托新北市社区培力育成中心 举办了一系列的课程 而在石门区公所的引荐下 草里社区经过层层筛选 成为培力的目标社区 近来社区举行成果展 展现课程学习成果 很高兴我们草里社区 就获选为这三个社区之一 那育成中心就是一路 请社区理事长跟理长 邀请我们学员参加 那一路从这个最基本的课程 就是譬如说社区的认识 然后社区资源的盘点 然后一些写作的技巧 还有一些活动的计划 如何来写 一路的带领他们学习 然后慢慢的这样子成长 新北市社区培力育成中心 将社区的培力设定成四个阶段 新手村 武器村 长老村 希望村 从社区的凝聚到资源的盘点 再经过案例分享 与活动计划撰写学习 最后进行练功纺石座 进行成果展 草里社区制作了超花柜 将学习到的技巧与知识 透过实际的操作展现出来 那最后办了一个成果展 那就是运用这个整个课程的知识 来实作一遍 那这次社区的成果展 就是以超花柜关怀活动的形式来办理 那他们用社区这个特色的职务 来做成超花柜分送给社区里面的一些读老 那经由这一系列的课程跟这个实作 让我们社区可以更了解 他们这个活动要如何来办理 那我们也期望草里社区 在育成中心的辅导之下可以越来越进步 这个机会难得的社区培力草里社区 可以说是学得相当认真 成果展上制作超花柜除了是展现成果 还要发放给弱势的民众给予关怀 并且分享喜悦 而区长也期待透过培力课程 要让社区的成员了解福利社区化概念 学习计划执行 并且提升社区的认同与凝聚 要让草里社区越来越进步与茁壮 记得平函 石门采访报道